随着离太远踩踏事件过去之后 韩国最诡异的四月号沉船事件也浮出了水面 这也是韩国近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人祸之一 三斤这条视频啊 全程只会沉入事实 不会涉及到任何阴谋论 因为单讲事实已经无比诡异了 在14年的4月16号 从仁川出发的四月号游轮 在全南甄岛附近海域轻浮沉没 船上476人中有304人遇难 这些人呢 绝大多数都是学生 他们本来是沉船开心出去旅行的 事故发生之初啊 这些学生们也开始惊慌 有的开始想要出去看看 但是船长呢 却用广播不断通知学生们 原地待命请不要移动 这些孩子们才安心下来啊 心想都不让我们移动 所以应该没什么大事 有的孩子还在事故期间呢 给父母发掘了现场图和视频 向家人聊起了这场小意外 结果呢 这帮听话的孩子最后几乎全军的父母 只有没听船长话 偷偷跑出来的学生们活得下来 在孩子们原地待命等死期间 一直强调无视发生的船长 却丢下了整船乘客率先跑路 要知道韩国法律是明确要求 在船部发生灾难期间啊 船长是需要与船只共存亡的 意思就是说啊 在船只沉没或者完全毁坏之前 船长必须最后一个离船 最终呢 该船长是被怕了36年有期徒刑 其实从侧翻到彻底沉船之前啊 是有大概两个小时的冲突时间 分配给乘客弃船逃生的 根据英国皇家造船工程协会等 公布的六种逃生模拟实验结果中 撤离全船乘客最快只需要6分17秒 最慢也只需要9分11秒 而船长只需要通过广播 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 然而他们就选择了人员伤亡最多的那个方式 让学生的原地待命 哪儿都不许去 这个抉择用正常的斯文根本就想不通 那听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船长很有问题了 也正如你们所料 这位李船长呢 他其实是个临时船长 那试约号的原船长去哪儿了呢 原船长在事发前一天就发现船体本身有问题了 于是呢 他就赶紧向公司上报爬出人命 结果上报完就被公司停职了 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能给三级顶个赞 这个视频资料我真是整理的超级久 而且这种尝试不受平台推荐 就靠你们了 说完这些呢 我们再来说个救援 也是疑点重重 当时危机发生时刻 第一个对外发出求救信号的 不是船长和船人 而是一个船上17岁的少年 遗憾的是呢 他最终也没有等到救援 现在呢 已经被韩国颁发了劣势新章 更让人绝望的是 船体在100分钟之内快速倾斜沉没 可是不到10人的海警小队 直到倾斜后45分钟才抵达现场 船只沉没后7小时内 也没有组建指挥中心 但是韩国官方媒体在电视上宣称 这是韩国史上最大的救援计划 政府是投入了726名救助队员 261艘潜艇和35架飞机 可在场交集等待的家长们 却对着镜头怒吼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一艘船都没看到 沉船发生时初 中央救灾指挥部对外宣布 已经解除了368人 但是没过一会儿 这个数字又被更正为180人 三间也是第一次见 越救人越少的 而且海岸警示厅 还拒绝民间力量参与救援 当时经营了25年潜水公司的老板 在听到沉船消息之后 立马就赶到现场 提议用潜水中救人 却被政府工作人员三番四次阻挠 之后中美日三国主动提出救援 也被婉拘 最后就导致沉没后黄金救援72小时里 海警是连一个人都没有救出 可以说政府在这场救援行动中几乎神隐 那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充足证据 说明韩国政府的责任的话 你们不妨听一下下面这个重点 事业号最关键的物证 AIS航技图数据被政府恶意篡改 AIS你们就可以理解为船的黑匣子 调查团队拿到AIS数据的时候 从一开始就觉得很奇怪 其中一段最关键的航技数据 莫名消失 极有可能的 AIS系统在这段期间被故意关闭 有外卖记者就找到了 第一艘赶到现场的搜救船船长 他也证明了 看到事业号AIS装置是处于关闭状态 奇怪的是 在该船长证词被公布的第五天后 这段不存在的数据又突然被政府公布了 官方说是经过技术修复才得意复原 但是这段被公布的数据 和船长和在现场证人们的口供是完全相反 而调查团队按照政府公布那段AIS数据 进行了模拟后发现 事业号根本就走不出这样的航行轨迹 是违背常理的 因此制作团队是一致认为 政府修复出的AIS数据是伪造的 两个月后 韩国海震的雷达检测信件终于被公布 在军方雷达数据的帮助之下 事业号的航行轨迹才被分析出来 雷达报告显示 在发生倾斜之前 事业号就好像遇到酒驾一样 已经进行了什么左转右转左转右转 反复交替多次的弯曲航行 那为什么要这样走 为什么政府不惜篡改数据也要故意隐瞒真相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而在救援最关键的前七个小时 时任总统朴槿惠还玩消失 据说是在做美容 而之后呢 朴槿惠在眼角稿上 还将遇难者称呼为高贵的牺牲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现如今啊 船船事故已经过去了八年 已故孩子们的父母 也是纷纷带着帐篷 在事故现场旁边的东土茶岛露营 有的一住就是八年 画面显示 距离这座岛屿营里外 一艘打捞船正在海面上工作 船的正下方 就是已经沉默的事业号 一同沉默的还有他们的孩子 每天家长都会站在山顶上 用望远镜扫尸大海 偶尔会拿起数码相机拍照 然后记录在笔记本上 他们说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监督和记录 打捞的一举一动 我已经不再相信政府说的任何话了 这位家长的16岁儿子叫永熙 事故发生的时候和其他同学一样 乖乖听了船长的指令 待在船舱等待救援 但是随着船体不断下沉 永熙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 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听到孩子的声音 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们 永熙离开之后 他的母亲经常做同一个梦 在梦里呢 他就看到小时候永熙是死死拽住他的裤子 哭着祈求道 妈妈不要去上班 之后永熙所在的高中呢 举行了毕业典礼 那天晚上永熙妈妈 独自来到了永熙上课的教室 这个班呢 已经变成了临时的纪念馆 桌上是放满了鲜花 巧克力和信件 永熙妈妈呢 也在儿子的座位上 放下了自己的信 上面写道 亲爱的孩子 我一定会找出真相 我一定可以 因为我是妈妈 然而像这样 失去独自独女的家庭 还有70多个 这位父亲呢 也是在传体沉默时 接到了儿子的求救电话 但电话那头的他呢 当时只能是凭着直觉告诉儿子 让他好好听工作人员的话 令他难过的 还有孩子们最后发出的短信 这也成了遇难者家手最沉痛的回忆 同样 寻找真相 已经成了很多家长余生的使命 直到今天 依旧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不会放弃 我不要在天堂见到我孩子时 满是愧疚 我要自己能够直视他们的眼睛 告诉他 爸爸妈妈为了找到真相 已经拼尽了全力